嗆聲跟摔子 掩飾不了你關說的本質 我希望邱金兵、邱副秘書長 趕快站出來 不要繼續承認下去 兩位高階的文官 為什麼在6月11、6月12 分別到台北市政府多關區 去涉及到 關說去瞧 洪友宜的99個 門牌的事情 還有涉及這個違法使用 為學生宿舍的事情 黃禹谷跟邱金兵 這好像被人家擠搖高似的 一點一滴把你們6月11號 跟6月12號的行程慢慢 暴露出來的 那我相信還有沒有暴露的行程 那我也希望兩位 清清楚楚地交代你們6月11 6月12離開了新北市政府之後 到台北市政府 的所謂的行程 甚至中間還有沒有去見了什麼人 都把它說清楚 我們希望新北市政府 這次工作針對邱金兵 已經被台北市 出發局長林中林親口指控 確實有到台北市 進行關說的事實 進行調查 還給人民一個清楚的一個真相 在這次工作針對邱金兵 在這次工作針對邱金兵 進行關說的事實 在這次工作針對邱金兵